台东长冰箱巴桑庵 长冰及大吉兰部落 海边防风林木大多老化枯实 不再有防风老护功能 林乎吉正在进行造林工程 选择木麻黄、白水木、无患子 跟大叶山栏等树种 防风跟钉沙 那主要是要保护我们这个 整个内陆的整个基民的 这个居住的品质更好一点 那在外线第一线做木麻黄的营造 然后在内线做护城里的营造 让能够防止延误海风 妈妈安 饭菜里头 我还要帮我饭菜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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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饭菜里头就要帮我饭菜里 对 我饭菜里头就要帮我饭菜里 绑竹竿 利用贵族做成围篱 防止牛顶侵入之外 更防止台风季节 跟冬季强劲风式的吹息 影响树苗的生长 领务局的围篱 因为这边有时候有人会放牛 所以我们要围篱围起来 要种树的话 像台风的话也可以长住 树才不会当瘦到那个 怎么讲 住在海边 海风墙 种植这些树种 加强部落鸡民 生活品质跟生命安全 接着法沃台东长兵采访报导